花莲市公所第五年举办 骑来玩一下自行车轻旅行的活动 今年是严选三条路线 共12个题次 跨越花莲市、吉安、新城、秀林及秀峰等乡市 带来不同的文化、生态、海洋之旅 从今天晚上10点就正式开访报名 花莲市长叶佳燕也邀请民众 能够用骑乘自行车来深度体验花莲之美 花莲市公所第五年举办骑来玩一下自行车轻旅行活动 今年严选三条路线有12个题次 跨越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秀林乡 还有寿峰等五个地方 带来不同的文化、生态、海洋之旅 而在地震灾难过后 花莲市公所希望透过精彩活动吸引游客回笼 再次来体验花莲的美好风光 我们已经举办了五年的骑来玩一下 那我们一样我们今年也是三条路线 那第一条路线是我们亲近太平洋 第二条路线是来去深呼吸 那第三条路线是我们探索达基利 那其实我想在地震过后 我们都致力的来让观光复原复建 那当然可能大家在地震的部分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虑 但是我们会将我们的路线调整清楚 那让大家不管是在骑的这个部分 或是在晚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让路线更明确更安全 那请大家放心 那我们其实这十二个T4 总共有六百多个一个名额 那也请大家尽速的上网 赶快来报名 那我们也有早鸟里 那会有早鸟里的一个部分 那可能大家可以上网来看一下 那最后也祝福大家 我想花莲还是一个可以和家一起来旅游的一个地方 请大家相信花莲 然后也希望重拾对花莲的一个信心 三条路线有35公里的清静太平洋 59公里的来去深呼吸 以及63公里的探索达基利 活动时间从6月22号到9月1号的星期六或星期日 有12个T4 在4月26号晚间10点钟开放网络报名 到5月3号的凌晨为止 上网完成报名也缴费完成者 可以获得鸟鸟礼、报名礼、玩棋礼等精美的礼物 每个T4现场还会加码抽立祥酒店花莲馆的住宿券 鸟鸟有限迷用动作要快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